中新网伦敦11月3日电记者张平英国主流媒体旗帜晚报3日在直直版和网络版同时刊登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庶民文章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福祉 作为中共十九大会议亲历者刘晓明大使在文章里写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会上所作报告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中国标定了历史新方位剥划了发展新蓝图明确了前进新方向他深深的感到此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大会 他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经济实现四大发展 一是稳步发展大会明确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业中国发展的时间表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草康社会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协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18-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将在6.3%以上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即是国内发展的需求 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过去五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平均每年直接拉动各国1500万个就业岗位 仅一带一路建设 在沿建国家就创造了18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对发展中的潜在风险有 着清醒的认识将建全金融监管体系 烟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 稳步推进国企去杠杆 逐牢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坝 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全面实施市场转入负面清单制度 鼓励公平竞争 防止市场垄断 一个稳步发展的中国 将为促进人类繁荣与进步做出贡献 二是高值发展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值发展阶段 我们将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随着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 经济产业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中国将在中高端消费 创新引领 绿色低碳 共享经济 现代供应链 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 培育新增长点 形成新动能 互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将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亮点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中国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节能环保 清洁生产和清洁能源产业 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 强化水 大气 土壤等污染防治 坚决 撑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高值发展 对世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三是公平发展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日益增长 中国始终并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梦就是要让人民共同享有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掉队 主要矛盾转化决定了根本任务转变 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公平发展 使人民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中国将实现更广泛和公平覆盖的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提供居民能够负担的住房 增加高等教育和职业精能培训投入 使发展更好 汇集所有国民 一个致力于公平发展的中国 将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 巨大潜力的大市场 四市共赢发展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开放促发展 互利共赢模合作 这已成为中国基本国策 中国将坚定不宜扩大开放 大幅放宽包括服务业 在内的市场转入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018年下半年 中国将首次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展望未来 中国将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主张以合作取代对抗 以共赢取代灵汉的中国将打破国墙壁坝的烙路 走出一条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 共赢的发展心路 在文章中 刘晓明表示 历史是未来最好的老师 1940年 在当时严峻的世界局势下 英国首相邱吉尔曾说 不论前路如何漫长 如何艰苦 都要去夺取胜利 人类应当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群策群力 并肩前进 时隔77年 面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习近平主席呼吁 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 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各国人民因同心协力 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持久大传递的中国声音 彰显的中国智慧 提供的中国方案 必将造福世界人民 也将为世界历史所铭记 据悉 英国旗帜晚报 Nstandard 创办于1827年 至今已拥有190年的历史 是英国主流大报 也是伦敦地区著名晚报 内容侧众国际新闻 和以伦敦为主的国内报道 覆盖政治 商业 体育 娱乐 生活 旅游等广泛领域 2009年起 该报向读者免费赠月 日发行量猛森四倍 达85万份 现任总编 为英国前首席大臣 兼财政大臣 乔治奥斯 本 完